你好,李先生 謝謝你為我們找到我們充足的空間 我的第一個問號是 您在這業務上長久了嗎? 我們大概做了十三年 十三年,總共是做了十三年了 請問我們的客戶 為何你選擇製造成高質素的產品 例如PVC等等? 因為一個企業要不斷地創新 然後要不斷地做一些新的東西 來應對整個市場的變化 因為現在很多的一些產品 它採用一些新的材料來做的話 它可以產生很多新的效果 工廠有做PVC,有做PEE,有做PPE 這幾種材料都有做 還有一些不斷地創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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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這產品的話 PVC它的手感度會比較好 它的有遠性 是一般的消費者比較喜歡的 而且我們採用的是通過歐盟力取的 標準的這種PVC 它達到了小孩子可以 甚至吃到嘴裡都不影響的這種效果 所以我們現在普遍的消費者 他非常樂意採用這種新材料 來製作這種新的工藝 PVC呢 如果你一定要用好的PVC 它才能夠達到這種完全的高等級的環保 然後我們現在除了PVC之外 還採用了一種PE的材料 它就是產種材料了 所以我們現在PVC跟PE相結合 它可以產生一種非常好的效果 PVC它比較有軟 但它的那種抗 這種一個是比較重 第二是它的抗押性沒有PVC的好 它容易墜下來 那塑造的效果沒有PVC的好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做了兩種的結合 把PVC和PVC做了結合 所以達到比較完美 What are the main group products which you produce at your factory So which are the best seller 工廠呢 現在做的有幾大類 就剛才講的綠植這一塊 就是SECALEN這一塊 工廠現在是目前是 其實全世界都賣瘋狂了 我們在屬於工廠做這類型的 算是比較 在整個行業裡面是屬於那種 比較領先的一個PVC的 這種軟焦的SECALEN這一塊 我們是領先的 然後我們工廠還做了一些各種各樣的絲花 然後還有做了一些種盆栽 還做了一些仙人掌類 所以工廠這些方面都還是做得蠻好的 And what i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實際上這個做產品的話 實際上最大的一個是創新嘛 是吧 創新實際上就涉及到包括這種磨機的製造 包括整個工藝流程的改進 可能是整個工廠可能遇到了一個 最要重視的方面 那現在呢基本上它的這個新產品的結構 結構 如何一支產品讓它轉化為一支可以生產的 就一些生產的東西讓它形成規模化生產 它這個過程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還有顏色的處理 也是一個非常重視的東西 一個結構一個顏色 Mr. Li I have one more interesting question for you How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for this kind of product will change in next 5 or 10 years 這個類型的產品的話 實際上整個粒子的發展 實際上隨著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話 實際上這種量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實際上包括現在在歐洲美國 這個市場也是非常大 這個市場容量非常大 現在以前的人們是用在一些花裡面 他就拿來簡單的用一下 一下用一年兩年的 實際上現在他的產品的話 他會不斷的更新 很多消費 他生活水平比較好 他會不斷的 就是說換一些新的東西來做 所以整個市場的量呢 也是會越來越大 包括家庭使用 還有使用在工程方面 還有家裡的辦公室 還有家庭辦公室 這方面都要大量的使用 實際上這個量是 目前是會越來越大 包括5年到10年 其實整個量 我估計可能還會 甚至可能會翻幾倍的這個量上來 我還有一些問題 關於你的 可能比較個人的問題 你是一個商業人 好幾乎 現在 你面對面的問題 對面的問題 如何 这一块它涉及到营严 营严结构怎么形成 包括从一线的员工 特别是还有到技术营严的开发 这一块包括做各种各样的产品 开发这块人员 以及是管理人员 这一块工厂的要采用很多的 包括一些方法来留住这帮人才 它不仅仅是让它过来 而且要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这一个工厂还是用了很多功夫在里面的 再做第二个就是外部这一块 外部这一块涉及到包括政府 政府它现在的 怎么讲呢 现在中国实际上整体的营商环境 比以前实际上是好了很多的 实际上像我们企业 因为企业它已经慢慢的有点规模了 实际上对一些环保 它政府注重环保 对我们来实际上是没有坏处的 像我们这类似的企业 我们希望它把一些搞得更加到位一点点 它环保实际上对我们企业实际上是有增长的 实际上我们今年的整个量 政府在注重环保之后有很多企业 它小企业它没办法生存 但我们这类企的企业 它整个量实际上订单量实际上还在大幅度的增长 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我们从企业一早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规范范范企业 我们所有的环保证 我们所有的证件是非常规范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新厂 我们也一样 所以把它非常规范 所以我们实际上不是很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I have one more question about market Do you think at this market there are a lot of factories a lot of competitors or maybe just a few and how you deal with them 实际上我们在同行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企业 但是实际上一个企业要把它做好 或者是在同类型的产品把它做好 或者我们刚才讲的 乳子这一块 这个人这一块 实际上真的做得非常好的 我们的企业并不多 那我们是少数企业 实际上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竞争 我们不是很怕竞争 因为你竞争的过程中 你可以不但地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来改变的这些方面 一个就是开发新产品 把有些成本 把各方面能够做到位 你在这行业里面 你有竞争力 所以很多人他找些可能这一块 他会找到我们工厂来 他觉得我们这些可能就会漂亮 所以这一看呢 把招牌做起来了 我觉得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A question about Chinese culture So we know that Chinese culture has a long long history And how do this culture help you to do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当然的 因为一个企业的话 实际上一个企业它离不开文化 实际上企业文化 是最核心的东西 企业文化呢 包括我们讲的 其实中国它一直以来 很教育我们的 包括团队的精神 包括整个运作的 大家的一个 我们国家里面 就是怎么讲的 要比较实干的好 实际上对我们的企业的 有些影响是蛮大的 那我们现在 我们也是这样子 教育我们整一个的 包括干部的队伍 然后让它形成一种凝制力 其实对我们 包括产品的开发 运作 以及营业的管理 实际上肯定是 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好的 先生李 我想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s for your detailed answers and I think this information will help our customers to make the right choice and I hope for more cooperation between your factory and our RealTouch company So looking forward to see more good news for you Thank you for you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nswers and maybe one more question about your family so how do your How do your family help you to do with business? 实际上还好啦 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是夫妻大 两夫妻都在这里做这个事业 还好啦 从一开始 从无到有 然后一直把企业不断的做大 实际上也是还算比较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去发展的 其实在这里面的一个家庭的因素 实际上对一个企业的成功还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的